其中他是一個很有承擔 而且做得很好的農委會主委 如果委員你有機會到各地去看看農民 他們對於農委會所做的各樣的事情 都會覺得我們農委會實際上的朋友 高端是一個成功的疫苗 不管他在動物實驗 臨床一期 臨床二期所得到的數據都相當的好 而且在臨床二期 他的這個中和抗體的效價比A級還好 然後在實際上施打了三百萬劑 也就施打了一百萬人以後 我們看看施打完的這個真實世界的數據 我們可以發現 他預防重症跟預防死亡的效果 是跟莫德納跟BNT是一樣的 比A級還要好 今天還是要談缺蛋的問題 院長 主委 這個缺蛋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前幾天也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有其他的立委建議說 什麼時候可以解決 可不可以給一個明確的答案 我想這個當方的問題 我們盡最大的努力 來做這個國際專案的採購 然後來做這個 什麼時候可以解決 那這個整個的情況 也還是要看全球的疫情的情況 譬如說我們在 你前陣子說三月可以 本來我們的估計 疫情不會這麼嚴重 那所以呢 我們才會比較 所以幾月可以解決 大家認為說短期內可以解決 那現在我們 不知道 主委怎麼告訴你 主委怎麼報告 應該是說我們會全力的來 讓國內的產量 現在已經到谷底開始回升 而且情流感也控制差不多 那它的一個影響在三月會減少 而且現在的 但中期產生 主委 什麼時候可以解決 我們作為老百姓 希望知道的什麼 我們當然是希望盡最大的力道 在這個月 那擴大專案進口 也跟委員報告 我今天早上有特別說明 我們像今天已經確定 那可以來進口216萬顆的雞蛋 也已經跟我們講過很多次 什麼時候可以解決 我已經很有耐心 這個缺口當然 就會全力的來把它補足 那主委我請教你 我們那個浦峰 大家也知道這是雞肉很大的一個供應商 他說啊 按照他的估計 要到中秋節前後 是不是要到那麼久 浦峰鄭董事長講的是說 如果都沒有考慮到專案進口 純粹國內的生產的產量 所以不會拖到中秋節 當然不會 如果不能解決的話 會大幅度的減少這樣的一個供應 主委你要下台嗎 主委你會請辭嗎 我想現階段是一個要解決問題的危機 我一直要求我們的主委呢 因為他對調度國內的雞蛋以及採購等等 算是真正的專家 所以 所以我一直要求他一定要堅守崗位 把這樣的工作在這個最困難的這個階段 所以他要堅守崗位 我只是要 我只是要雞蛋缺蛋能夠解決 解決不了 就應該下台已是負責這麼容易的事情啊 我們當然要解決 院長 好 你上來以後 一直在缺蛋 你不會覺得很困擾嗎 吉仲他是一個 很有承擔 而且做得很好的 農委會主委 這一次的當方 他做得很好 實際上是全球性的問題 全球性問題 所以他已經做得很好的 有機會到各地去看看農民 他們對於農委會所做的各樣的事情 都會覺得 所以 院長都沒有聽到 我們現在缺蛋的抱怨 我了解有缺蛋的抱怨 我也呼籲民眾大家 這個問題該不該解決 當然要解決 所以 解決不了該不該下台 我剛才已經講過 就是因為我們要解決問題 所以我才請 我們來最認真負責的農委會主委 來做堅守崗位 因為我真的不想再聽這些 我稱之為廢話 沒有解決問題 沒有下台以示負責 對我來講 都不是真的解決問題 您覺得高端是成功的嗎 是的 院長的回答是什麼 是的 你覺得它是成功的 高端是一個成功的疫苗 不管它在動物實驗 臨床一期 臨床二期所得到的數據都相當的好 而且在臨床二期 它的這個中和抗體的效價比A級還好 所以院長仍然力挺高的 這個預防死亡的效果呢 是跟莫德納跟BNT是一樣的 比AZ還要好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世界衛生組織呢 也把它的疫苗 納入為它唯二選擇的疫苗 在四個國家做臨床三期的實驗 那臨床三期實驗現在在哪裡啊 院長我想請教一下 這麼好的疫苗 為什麼WHO到現在 都沒有辦法認證高端 而您說真實世界 那我想請問一下 現在在全世界 能夠承認高端疫苗的幾個國家 所以一共十個國家嘛 我都列給您看啦 我沒有要考你 這十個國家認證 那我請問一下 這十個國家以外 他們都在虛擬世界嗎 因為你說在正直世界 它這麼好 所以這些國家 其他的國家都是採納世界衛生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為何到現在 不能夠承認高端 但是臺灣因為不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國 所以我們的食品藥物管理署 是不可能直接提出這個申請EUL的這個申請 所以現在又變成是 我們需要透過其他的國家 現在又變成是政治問題囉 所以因為我們不是會員國 所以高端沒有辦法取出 我們想想看世界衛生組織為什麼會把高端納入做三期實驗 院長本來我都不想提高端了 我想那個我們院長講話應該都是一樣的 高端最近啊 又開始有利多消息 我們來看 就在前兩天 高端說他已經取得我們食藥署的許可 四架流感疫苗 而且呢 要搶進我們15億元的公費流感疫苗市場 立刻高端疫苗 因為前一陣子 大家都知道他營收變成零嘛 股價一蹶不振 這兩天呢 又被炒高了 因為市場很多人都認為 以我們 陳院長這樣的大力挺高端 以過去高端跟我們政府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搶進未來15億的公費流感疫苗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想請教部長 現在的程序到底怎麼樣 高端只不過 他是拿到我們食藥署的 是一個怎麼樣的認證 什麼樣的許可 就代表他可以對外宣示 他可以搶進我們的公費流感市場 這一個高端的流感疫苗 那事實上他原意是在 我的印象中沒有錯的話 就在韓國那邊 就是他的原意 然後他到台灣這邊來做沖田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他通過了這個 這個食藥署的 這一個認證的話 那就是表示說他的疫苗 安全有效性 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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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不是EUA 他是根據他的這個試驗 那跟其他疫苗同樣的條件 所以 我們今年大概年中 會有流感疫苗的採購 對不對 市價流感疫苗 對 會開始來做採購 所以高端又可以來了嗎 這要看他 來搶我們的工費採購 我真的齁 我真的算受夠了啦 高端到現在為止 問題重重 而過去高端 在整個我們的 新冠疫情的時間 包含他的良率偏低 包含他延遲交貨 包含我們跟他的採購契約 要封存那麼久的時間 所以 請問一下 高端還可以 來搶 進我們15億的工費市場嗎 他不應該被列入黑名單嗎 我們看的是 他的疫苗到底是否安全有效 如果有 他安全有效 所以你現在又掛保證 高端的流感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嗎 當然他如果能夠通過 這個食藥署的 這一個檢驗等等 這一些的程序 這些都是合法的程序 如果能夠通過的話 那當然他就是安全有效 唉 我跟你講齁 我們政府齁 真的是高端最好的後盾 高端從去年年初開始 我們沒有說一定要採救高端 他的剛才在我們院長口中所謂 成功的疫苗 到現在為止 沒有 沒有其他國家給他採購了 這不是Kimochi 覺得不是就不是 這不是Kimochi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一個成功的疫苗 剛才 那個 我們院長說 成功疫苗總是有一些 客觀的數據 客觀的證據 WHO沒有認證 只有全世界只有十個國家 才認證他 其他的國家通通不認證的高端 我們國民 要出國的時候 打了高端疫苗 不行 還要去打 還要去打其他的疫苗 高端如果這麼好 這麼成功 他從去年移收 每個月大概只有100萬台幣 這麼成功的疫苗 這整家公司 一個月的營收 只有100萬 到今年1月變成零 可是他全部是靠我們政府來採購 我們是看疫苗是不是成功 不是看這家公司 因為你們覺得他成功 我們疫苗是成功 如果疫苗不成功 那個是另外一回事 這果然 這果然又在驗證一件事情 高端1月份營收已經變成零了 是一家已經快要死掉的公司 但是他為什麼又可以活回來 因為他又看準了 我們公費採購的疫苗15億 我必須要講 如果今天我們對高端可以一再的護航 已經過去劣跡斑斑 我不用再多說 不用再多說 我們還能夠繼續去護航 他再繼續的涉足我們15億的 採購我們的公費疫苗 所以部長 你們要繼續 要這樣讓高端可以這樣為所欲為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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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